今日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热华组推介港铁66号 选选原因是港股踏入业绩的高峰期 业绩持续成为市场的焦点 其中本地股港铁业绩不足 派息稳定 内地行业政策的风险较低 突显了他们的投资价值 港铁上半年 亏转型赚了26.7亿万 主要受惠于投资物业重股亏损 由59亿收集到13亿元 市场预期港铁全年能扭亏为盈 综合彭博预测港铁2021年度 盈利是75亿元 去年同期是亏48亿 物业发展业务进入收成期 是支持港铁盈利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港铁昨天收报45.4 投资者可以留意44元附近的买入机会 以47.4做目标 失手42元就要减持 彭博预测港铁2021和2022年 股息率分别是2.7和2.9 � orbital就可以了 水平士on铁70预测港铁 未来都是2020年 权利增长的理由 跳上市场就是 用无核